Hello大家好我是飞飞 今天呢谈了一下S11的不可阻挡 每年的固定节目了必有的 然后呢今天出的是卡莎的KDA All Out的皮肤 其实我是看了就是MV之后下单的 因为没有卡莎嘛 但是他没有那个圆皮的就是淘宝上 现在买不到这个皮肤了 只有这个KDA All Out是有现货的 所以只能出这个版本了 然后呢今天因为衣服不复杂 整体拍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 当中发生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录音的时候突然听到 我们家有巨大的惨叫声 一时间我都以为家里出了命案的级别 但是由于我只有听到没有看到 其实不是非常了解的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把麦克风交给这个第一现场的 战地记者有请 战地记者来了 大家好我是战地记者校服妈咪 今天下午我家发生了一件非常惊悚的事情 当时我正在和我同学喝茶嘛 然后突然我家小宝连滚带爬的 这就是一只猫 从楼上冲下来 然后以非常匪夷所思的速度 从我家的餐边柜的下面就这么 这么薄的这个地方 非常快的速度穿过去 结果我回头一看 地上有一只这么长的壁虎 以非常优雅的姿态 再向前走 优雅 我当时就尖叫 因为太吓人了 这是我听到的声音吗 对呀 然后我觉得后面肯定很惨烈 我就不敢看了呀 结果我同学过了一会儿 我同学就说 抓住了 我回头一看 在他嘴里咬着 那只壁虎 然后他当时还没有吃 他就后来就跑到 就平时他喜欢趴在那个鞋子的那边 然后就定定心心的趴在那儿 玩弄了他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后来我就在那儿喝茶嘛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喝完了 过去一看 壁虎没有愣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吃掉了 不知道一辈 不知道一辈 但是家里有壁虎这件事情 震撼我全家了 朋友们 很吓人 谢谢这位记者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送走 这位记者的朋友 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现在已经几点钟了 12点 小宝还非常的神龙火火 刚刚 估计就是因为吃了壁虎 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我录完了才发现 手臂上的那个装饰品 只带了右手 没带左手的 其实是两边都有的了 就是那个绿头苍蝇一样的东西 上面还像副眼一样 你们看 你们仔细看 你们仔细品一下这个 有没有很像 然后第三个重大插曲就是 我录琴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房间里 所以我一直穿着拖鞋 但是呢 拖鞋是吧 和我身上的这个皮肤 非常的不符合 所以一般我都是把脚伸到前面去 就不把它拍进来了 但是今天因为 到了第二段的时候 弹了比较 头肉 左脚已经忘记了 左脚就给它伸回来了 然后 如果你再去看皮 可以发现后半部分 也可以看到拖鞋 希望大家可以忘记拖鞋和绿头苍蝇的事情 还有呢 就是这个曲子 我做的谱子 就是PE的时候 我是把 当中的第二段省略的 为了那个天沙的完播绿 大家懂的都懂的 所以我第二段没有弹 但是谱子里面是完整的 是从头到尾的 过两天会和太阳正常生起猫中毒的谱子一起发 因为这些是要求的人比较多的 到时候做一个文档吧 不是文档 那个叫什么来着 砖栏砖栏 发在砖栏里面把这些谱子都 好了 这七片也差不多了 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呢 因为 今天为了熬造型的这副耳夹 因为我没有耳洞嘛 他不知道为什么夹的那么紧呢 我俯冲的耳夹 哪里夹那么紧的 我现在耳朵像火烧一样疼 但是 为了保持我 淑女的形象我不能把它摘掉 可能会有人说看看你的头像 再看看你说自己淑女的形象可笑不可笑 怎么外星人就不可以有淑女的形象了吗 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也是要有形象的 好了 那么喜欢这期投稿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一个一键三点吗 谢谢大家 还有当然就是 希望LPL在这次的世界赛里取得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我不敢说的很具体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摔 你们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比我张嘴更摔的人了 有的比赛我看了 他就不行了 我不看感觉他都是行的 所以我也不具体说了 好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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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